酸菜五花肉炖粉条像我这样做 如果你再学不会我开着火箭去你家教你 准备两块新鲜的带皮五花肉凉水下锅 放入葱姜八角香叶 加入一大勺曲心的料酒 适量的精粘 水开撇掉多余的血沫 盖上盖子改中小火炖25分钟 煮好的五花肉自然放凉 切成薄薄的片 这样不容易切碎 准备粉条提前用温水泡好 准备一包东北的大钢酸菜 然后我们倒在锅中 凉水下锅开锅给它捞出 焯好水的酸菜一定用勺子给它压一下水分 这样在炒的过程中水分就没有这么大了 咱们起锅烧入大豆油 多来的葱花少来的姜片 一定要给它煸出香味 放入焯水的酸菜 小火给它煸炒一分钟左右 一定给它炒透 放入切好的五花肉片 再次给它翻炒均匀 加入两勺炖入的清汤 加水没过酸菜 放入提前泡好的粉条 放入盐鸡精胡椒粉条味 小火给它炖上五分钟 简单又好吃的酸菜五花肉炖粉条就做好了 出锅咱们给它来点香菜段 这个天来上一锅老开胃了 喜欢的给个双鸡 感谢大家支持